动员张坤鹏 吕欣 现在比赛开始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预备 三二一开始 张坤鹏或者开球选择权 欢迎您通过熊猫直播平台 观看中国石家庄 2018乔世杯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 TV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下午好 我是苏欣源 大家好 我是张庆勇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 来自中国的球手张坤鹏 对阵屏幕右侧 同样来自中国的球手吕欣 比赛采用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 比赛开始 第一局 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败部的比赛 赢球的一方继续在公开赛征战 输球的一方将告别本次公开赛 冲球效果非常好 右边10号球 中带可以选 这盘花色还是不错的 尤其在左轮中带下方的11号跟12号 都可以去叫左轮中带 10号球看角度 高竿发力弹一锅过来继续叫9 这盘球看上角度有点大 那变成了一个15叫9 10号球 10号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上手的詹坤鹏 1996年出生 来自黑龙江 也是近两年忠实八球界的 闪亮的明星 不光是外形啊 俊朗 成绩也非常好 手握两个总决赛的亚军头衔 并且在2017年的 青海西宁战 获得了职业生涯首个乔氏分战赛的冠军 在今年的积分榜上 也是稳居前三位 12号看角度 有向右边的角度 可以继续利用低竿 叫11 指四角都不错 白球不需要走很远 中低竿轻轻打 第一局 三分放盛 比分1比0 开球青台 十分之少 三分之少 你 哦 你 一 第二局 旅行开球 旅行上来 乍球也有球近代 旅行也是同样来自黑龙江 但是现在是在秦皇岛这边定居 也是忠实把球 我们国际基本榜上长期排名在前16 轴子选手 那上方这位置可以交到三 旅行如果说想打四号球 现在打角度稍稍有点大 而且四号也是一个问题 强行叫四 高杆弹一过回来 或者直接低杆往后拉 不要小打厚一点点 太轻了 感觉这出杆这个力有些飘啊 少女长 明显是还是有点手紧 没有打出低杆的强烈效果 这样进攻有可能要中断啊 这个球直接打是没有的 看这端做防守 十秒 连十 六号 有运气球 而且四号到带口了 这一杆之间 又来机会了 所有问题了 对 上方左赛高杆推两裤 第二裤在左边中带 上方弹起来就行 然后能较到下方的五号球右边底带 来看看八号球 有没有挡住进攻的线路 能打 打完五可以直接叫二 二叫七 战事长 刚才我看吕欣使这个动作非常规的动作 突发奇想 以后有没有时间弄一个花式 花式表比赛 对 就看谁的姿势更出奇 那太多了 是吧 对吧 大家可以打分的那种 就像NBA那种扣篮啊 对吧 技巧啊那种 单手 对 这个苏勤卑剑 先人之路 跨下运球 白鹤亮翅都可以 单刀直入 对 筋肌独立 咱是接龙的 很多的 是 增加这个趣味性了 嗯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 不妨一个试试啊 应该能够 吸引共同的爱好者能够进入到这个 比赛当中啊 进退 八号左边中弹 三百九 三百九 第二組 李先生 比分1比1 開球進來 三group 身造型 眼鏡 含身 鋼 骨子アイシデア 從中央 比4個 雲 第三点 张昆彭凯秀 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局面 有球扎进 每次看到张昆彭有这样的冲球 就怀疑自己平时在球房里打球 打的不是一个项目 我们打的是橄榄球 高尔夫还是篮球 怎么我们冲完球之后都粘在一块 那心就凉一半 首先台泥可能维护不到位 球平时清洗的也不到位 然后台泥有可能还不是特别快 打起来炸就容易炸不开 它也没有摆球垫片 对 摆球垫片这也是很关键的原因 造成那种摆不紧的 三角框的时候 每次看完比赛都是 称兴而来的去球房里 想感受一下 结果都是败兴而归 打打就烦了 活跌 白球往上多走一点 干失误 看旅心 能够抓住张国鹏的这干失误 就是现在一上手 二号球左下有底带 利用中低端横向走 叫到四 然后四号球左边上方底带 十四代口可以接力 这样的话 后面单色球的局面就打开了 十秒 主要原因还在于 四号跟六号之间的一个问题 这方向现在是不好去传的 打二号有把握 我就直接叫四 还是有点轻 但是可以打 最起码 听那个声音 感觉是不是滑干了 没有 就是鼻头比较硬 球弯前节的硬度也够 力量放的不是特别重 想控制主球位置 对 想横向走的短一点 我听那个声音 有点 更靠金属声音 对 6号轻推弹起来 4号还能去争取接力 关键的 你跟接力 没打劲 没打劲 如果14号不好挤的话 可以拿右边的 右上方顶带的 10号球 10号球 就是现在左菜高杆 非常强 去K或者是打11 先推过来 是 留个向左边的角度 直接叫到这儿做防守了 打包边 白球开轮 14装库边 看能不能回来之后 跟白球形成一个安全球 理论上是存在这样的线路 看力量能不能掌握的恰当好处 还是想直接几近 但有一定效果 5号跟4号都被打到了库边附近 感谢观看 是 放到这儿到时 有机会可以尝试打4号 滴杆向上 尽量的去带一下5号酒 下非常低的滴杆 然后把干燥打出来 还是挡带口 但是12号仅仅被挡住了左边的带口 右边底带还是可以去交位 角都合适啊 高干直接往屏幕左边去叫 下低干需要跑多后了 最好敲我就是高干直接上来 再往下来 干法不好叫可以加一点点做散 不需要很多 好球啊 准度真是好 并且有向上的角度 强行可以发力往上蹬 没打进 这个位置看看李勤有没有机会借力啊 要借的话也借得非常准 对 这盖容错率很低啊 你还不能轻打 轻打的话 还是闪不出来四号就带口 又能挤进 还能把它挤开 好球 再走 漂亮啊 这感觉 边扣球 需要一个准度 还需要下低干再拉回来 就可以吧 白球是到位了 非常好 不要球没有打进 张滚宝应该不会错过了 谢谢大家 13米张分防胜 1分2比1 2分2分 3分1分 2分2分 3分3分 第四句 旅行开车 双方第三班球还是说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中盘 有一些拉锯 包括有一些进攻 而且双方都有失误 看来一上来并不像我们想的 两人都是最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还需要稍稍热一会儿身 毕竟连场的比赛 对选手的体力精力要求都很高 本场比赛获胜的一方 在今天的晚间还有一场比赛 今天晚间八点钟将进行本次国际公开赛胜部的决赛 也就是整个赛事的第一场半决赛 还将进行败部的第六轮的比赛 明天上午九点钟将进行败部的决赛 也是本次赛事的第二场半决赛 明天下午三点整将进行本次公开赛的决赛 冠军奖金是二十万人民币 往屏幕右侧走一点点 七号球还可以继续啊 还去进攻右边下往底带 高杆横向弹出来 看力量控制怎么样 五号球 首先来看一下能不能进攻 六五号右边中带应该带口呢 不是特别的宽啊 不是特别富裕 从这个方向看啊 还是没问题的 中带肯定是可以打 四角五星剩 一分二比二 开球青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句 张坤鹏开箭 这盘局面又是不错 不过张坤鹏在前面第三盘里边 是出现了一起进攻上的走位问题 能否把简单局面去打光 目前也是这两位球员面临的最大问题 也是我们前面有提过 那我今天比赛好像没打好 为什么没有打好 经常会有球员说 我今天打出来的局面都特别好 但是我就是打不光 这也是你比分落后或者输掉比赛的原因 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 等于说你在衔接球上的一个思路问题 加上白球到位率 这两点做的都不好 对 所以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谁冲球好 谁就一定能赢的 这么一个理论 是的 整半球里面目前下边三颗没有问题 关键还是在于四号 是中间那一刻 来看这杆较位 右边中带有叫中带 没有还有叫上方的底带 叫底带 这杆球呢 看角度 角度大就顶对方球 角度小 其实不用太考虑 我一定要将对方球K到库边 有这种想法 往往也会耽误你的这个进攻的成功率 有影响 纯粹一点 打进 叫自己的球就可以了 6号角度直 直接低竿拉 黄仪角度不错 这杆球呢 竿法不需要很低 中竿横向走 角度直的话 直接往回退一点就好了 就向上角度 利用中高端往上蹬 相反的底带就可以了 开一球青台了 第五集 张恨逢胜 比分3比2 开球青台 开球青台 第六局 旅行开就 双方目前来看这冲球还是进球率很稳定 比较稳定 也稳定 那看看旅新是否同样可以抓住机会 但是明显看到这根白球的位置不好 定颜色有难度 冲完球之后 主球位置以及子球分布的局面 还是张冯鹏的冲完球之后 效果稍好一些 对 尤其在白球控制上 这番球我们假设一下 停在球台中央附近能看得到 这花球右边中带 右下角底带 单色的上方红三 这都是特别好选的球 强行进攻了 底带 哎呀 这个 二号 左上方啊 花球对张冯鹏来说也是不好打 就是不好选 嗯 单色还是比较好去选择 自然就可以过渡到一号啊 六号左下方底带 也没有什么遮拦 在后面做好角度的话 也可以顺势下来调到底库的 五号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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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轻的力量 摊身有点够 需要下低肝发力 对 这种就发力准 好球 调到了3 继续利用低肝右塞 是这个边裤 弹起来叫6号球 而且尽量要调直 不错 然后轻推 调直是最舒服的角度 那么这角度也是不错 继续高杆 打进之后 把球弹下边的底裤轻轻弹起来 8号中带 什么情况 调整一下 不太舒服 感觉这个 第六局 单分放胜 1分4.2 吗 4 五 五 六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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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七局 张昆峰开车 从这一盘冲球来看 张昆峰的冲球手感 开始下降了 选择花色球 这一盘球 角度比较直 还得换飞观用手 并且要下低端 发力 重带再来调 黑八 左边那颗 12号 最盘里面最难打一颗 10号球的左上角 底带 现在有机会可以去 接力红三 来了 可是你现在如果 留个十三 在上边的话 你到后面 还要再上去 再下来 这样的话 12 8号 局面更简化了 这一号球停那个位置 有点碍事了 你想了一句 保九号 就左边中带 推的话 干法 还得控制一下 你的B过一 或者借球定位 得非常准 不可能选择一个 最稳妥的推进 正常 想法力 可以带一点 优塞高感 对 吃个小角 出来 力量不错 这盘球 看看会不会叫 一个非常细致的 12号球 左边底带的 这样一个位置 过七 而且白球 尽量还是不要靠库边 需要抬高感尾了 这盘球 角度合适 高感推的话 需要避开八 再走 还可以轻退 或者是带一点左塞 15和8 就同一个底带 还是叫同代 一期张红彭胜 一分5比2 开修青台 았�广 大德 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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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二冲 二冲 长 二冲 四 五 二冲 二冲 四 二冲 六 二冲 四 第八局 旅行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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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踩球 角度向下 低端横向走或者高端往下 争取能够避开期 左边有中带可以先接 实在是报决策 这边就轻推12号 白球顶下7号球 争取交到左边中带 然后再来过渡 没有k 两个中段 上手先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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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先打 보세요 上手先打9 上手先打8其实还打9 上手先打8应o年 encima enc... 来 Sigup чем nao je enSN makes 也是靠准度 你都转了不利的局面 第八局 女性效率分3比5 开球精彩 女性效率分3比5 第九局 张芬芳开球 你就是有球精彩 位置不错 黄1后面还是个问题 还好是这个位置还是可以 那么下方比较难的红3和2号球 争取我就会先打 再上来继续调黄1 这样的黄1就不用后面再上去了 一次 打完黄1可以打5 3 2 这样来进攻 来看这个位置 不好调3号球 那就直接调2 用2再来调3 还可以打 顶下10号球 必须带低感 他也很清楚 打完2 回来的打3 周围的球局面太复杂 比较偏直 就低感 角度大就高感 刚好可以叫屏幕下方的底带 手摆位 看来要领先3分 第九局张坤防盛 比分6比3 开球青台 官方暂停10分钟 请不吝点赞 比赛继续 第10局 履行开球 履行冲球 在第一阶段 履行是3比6 暂时落后 斩坤鹏 开球时机 对 开球时机 很明显 过线两颗 中带进一颗 如果11号进了 就是一好球了 张坤鹏这边 想都没想 就是花色球 把上方打光 白球从上往下 倾台方向 而且左边 中带下方的15号 也并不是一个 不可逾越的鸿垢 可以通过干法来调整 直接下来带了 这样的话局面简化 10号9号都可以先接 能达到9 这青苔局面形成了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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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要合适 主球可以蹬下来 如果角度直 可以先做10号球 如果有一定角度 可以先蹬下来 先把12打掉 这边10号也可以 这样是做12的 对 可以调整 带低跟子上来 12 15都可以打 双位 12变成一个向上的角度 叫十四 高杆轻退 太轻 这样的话 右边底带没办法叫了 低杠盔 稍稍退一点点 左边底带 在另外一场比赛 现在是小王爷 7比2领先流传 7比2领先流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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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亏接到11 接到4之后4号就上去了 还是不够打 而且白球现在跟6号这个角度 你要去界伺的话 很难判断 打完之后 这个局面花球非常好 好 那么左边看看旅行9号球 有没有机会拼近 没问题 那这个位置 15号左下角 打11的话 代口球先打 这个位置还是不太好过渡 所以要避开对方球 避开对方球 下低杆 再走 12号 12号 12号变成一个大的反角球 强拼 下低杆横向走 再弹护起来 轻轻打看看准度 轻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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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挡黑 白球来去防 戴口球让你看不到 轻轻打开 现在这个位置看看张坤鹏会不会用7号球 右下角底带去帮对方的带口 白球往屏幕左边来放 这个铝芯也没什么特别好打 长台15号 10号一个组合 而且力量是不能太重 争取15号传完之后停带口 放到这儿的话看看张坤鹏 有没有一个强行拼一杆黄衣的想法 利用高杆的白球也往下走 能打进有救青台 轻打不进肯定是都有机会给对方的 所以说白球一定要往下走 拨坏对方带口球 拨坏对方带口球 这杆球如果不撞 感觉黄衣肯定会将黑八撞下来 还有点小运气 感谢观看 左边这两颗1号跟6号张坤鹏肯定是不会轻易去动 还是尽量打这个右边 裤边的四号球 争取能够双击 将四号球震起来 扣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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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这个薄球非常漂亮 那么打十六中弹十三 我们用十三好球尽量去叫一个黑八 或者是将对方的一六可以走 才叫到八 从上往下的角度 不要留太直 多了 这力量太重了 有机会利用一个右在高杆 能够叫到缝隙里面也可以 太难打了 拐大彩虹或者大弧线 说实话 金钢球也是没有想到李星能叫出这种位了 10秒 延时 应该有一点点像屏幕右边的角度 肯定是先碰到中带右边的边裤上 直接向下 偷戴口没打进 放到这儿 那张篷 只需要让黄衣打走 对 白球贴住六就行了 打四的话呢 肯定是先叫一干六毫尾 然后奔青台打 清了吧 这个黄衣 感觉上是不太够啊 再往左边走多一点 打六还能绕两裤上去 看能不能偷一点点带口 直接打不到可以扎干或者勾 有效果 最起码张坤鹏看这个位置 有没有机会可以去传进 传进白球顶一下 对 白球起库啊 勾一下十三 还离带口近啊 这是 但是 可以的不好啊 张鹏这个安球是没敢用赛啊 其实带一点左赛的话 K13够正就好 直接打薄边继续做防守 看旅行既然横向的解球 什么都能勾下 对 能解尽还能再拼 带着一个直接一裤勾底带 两裤勾左边中带这样一个线路 这里也是说的就是目标球的一个行进方向 能打到 这干球 没做住啊 没做住啊 墙瓶中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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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出租资金 杯 你干吗 叶瓶中带出租资金 他他们没做 жить 感谢观看 一球近带 果线的球赤也满足 理心是必须要在自己的开球局里面去拿分 才可以保持住这个分叉的 不要被对方所拉大 写定颜色 右边四号球 高杆打进 比开十一号球 弹过来可以较到六 继续向上 整盘里边有一颗七号球 需要较一个右边的位置 打左边上方的底带 打左边下方的背景 打左边下方的身体 打一圈 打左边下方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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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需要先打我 然后左边边阔弹起来叫黄衣 继续叫中带 利用中带的黄衣留角度下来叫六 也是稳稳地保住了自己的冲球局啊 第十二局 吕欣胜一分四比八 开球精彩 第十三局 吕欣胜开球 第十三局 吕欣胜一分四比八 开球 看下上手 11号中带 可以去来选 对 谢谢大家 打9刚好从下面可以绕裤 交底带 还是习惯性的去勾一下对方2号 这样的话两边障碍比较少了 进攻上的位置会更开放 10号向下的角度 15K叫同带 这样的话8号球附近是不会影响后面的一个胶位 力量稍稍有一些小 这堂球还是干法太低了 干法高一点的话 平静方向会靠左很多 左位出问题了 滴干 位置太尴尬 刮到黑白薄边有可能中带也不太好去叫 还是要尽量地打低 我实在是不好叫 来看这个13 本身也是有角度 第一个按直接往回拉或者上去再下来 这角度很大 就算抓两户 还能不能借二婷啊 还能再拼 考验自己的极限准度呢 不讲理打法 非常准啊 继续三级张昆同胜 几分9比4 开球青台 少年訴訟 几分9比4 马那里 就来人来 批理出 更多 几分9比7 20分9 缓动 也是色举 旅行开车 旅行开车 旅行炸的局面也不错 上手来看一下选球 一打一K 这一K目前来看7或者4选一颗 还是要用带口球再来过渡 这么打的话 这个位置 打4看能不能很好交到3 不然的话你还需要用2号球再过渡 谢谢大家 十秒 延时 4号2号肯定是要选一颗 底竿还是小 红色的角度比较大 这盘条要贴了15号左边过来 打高竿 在15号上方走 容易可以到15号附近的花球 下底竿能避开 再要求准度 还是没确认这个8号的带口 底带如果不好叫的话 尝试后面去叫中带啊 过着这个二号球有没有想法 没有 而且白球距离黄鹰还有点远 反复再确认 之前就有一次长考 下来 下来 中带 拼 中带 14族,有些胜,比分5必9,开球精彩 第15局,张坤坤开球 15族,张坤坤 现在双方进入一个保冲球阶段 自己的冲球局绝对不给对手上手机会 按这种态势发展下去的话 张文鹏肯定是要先到赛点 对于旅行来说是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 但是没办法 关键他现在开球局并不是很稳定 红一叫二,二叫四 四号球右边底带是够下 利用中低杆 横向弹较到八九的大风隙中间 拥有转称 高的钟 正如你 偏直 直接递干 角度大就高干腿 更喜欢登上去 首百位 率先到两位数了 第15局 张宽逢胜 逼分10比5 开球清函 第16局 旅行开球 为了 好 比赛时间也过半 双手可以选花球 争取能先调9号球 就是现在这个掰扯位置打12 蹬下来 先叫9号右边的底带 转下滴杆 好球 继续 这个杆球可以打11 把球上来 争取交到15号 同样还是低杆 力量 太轻了 没敢打 低杆球 低杆就收 这样的话15号变成大角度 正常推是不好去脚位 低杆横抬 再过来脚 但是要注意避过边控球 好球 角度不合适 向上的角度 实在不行 再利用低杆从上面向下来脚位 高杆 这个位置是不太好去控制 看看能否 去叫一个17缝隙中间 然后起转 起旋转也不好过来 因为这个角度实在是太尴尬了 刚好附近还有球 而且8号球的两边底带 应该都是没有的 肯定是要干往放低才可以 有机会下来 10秒 纯粹的高杆是基本不太好下的 反复在犹豫啊 旅行的意思就是一个左赛高杆在一期缝隙中间吃酷 然后强行的像屏幕右下方走 高杆应该是不太好去控制 对 还是低杆 漂亮 十六五 吕深胜 五分六比十 开就清台 美国关系列 这是西局 张昆鹏开球 重球依旧稳定 还是中待要求进 满足过球的次数 稳稳地掌握着场上的主动 对 一直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打黄衣 而且7号和4号感觉是一个自然的角度 对 左边中待是自然角 好 倾台方向从下往上 而且8号的位置也相当好 仅仅有一个13 在附近是有一点点小障碍 后面来看的中待 主要是怎么来掀握 比如说传球 或者是7号 就要一个单独上方的底带 都可以 太轻了 这杆球是没太敢打 简单局面现在变复杂了 就是因为这杆准度 平二号 平二号 有运气 自然角啊 离宫了 但是张坤鹏已经不止一次在自己上手的简单局面下出现走位失误了 这杆球的话 一个是K一个是要较位 下地杆左赛 打一下 或者是二号叫左上角 在对方球 在对方球这个位置 还能传吗 来看一看 感觉好像有点太薄了 确实太薄了 有点太薄了 然后再加点 一大部分 再加点 一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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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回到 这一部分 可以 让他 走位置 好球 这杆球非常准 但是白球现在没出来 上方比达跟中带都是不太好去看的 15还可以借力 都有的选 看看缝隙中间 中带还能打吗 看样子应该够 差不多 13不好打的拿15再调整 离开横台 我也会这样一点 每天都打完 和新鲜鱼一起做看 但是我还没干净 您准备了 您带来 我还没为了 您带来 我还没有 但是我还没为了 我还没为了 我还没为了 resolute 我还没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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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盘是吕欣的冲球局 吕欣胜比分7比10 吕欣胜比分7比10 第18点 吕欣开球 吕欣胜比分7比10 吕欣胜比分7比10 分差是3分 刚刚吕欣在后面 有没有什么上架的表现 将这个比分能够追上来 甚至于反超 在本时段比赛 另外一场比赛 刚刚结束 王爷是非常快 13比4 战胜了刘闯 这样刘闯被淘汰了 刘闯被淘汰了 对 并列第5名了 而王爷将等待 本场比赛的胜者 在今天晚间8点钟 还有一场比赛 10秒 关键的比赛的胜者 关键的就是这一打EK 力量不需要太大 正确把5号球 顶到带口就好了 不要紧 好的 还是对于这个戴口球 去调位啊 感觉不太好 去调 黄一 5号球调2号 这感5号可以打一半 右边的一半位置 利用一点中低跟右赛 较到过开球线就好了 再打2号球的中带 白球从下面往上走 再打1号球 下滴杆 这杆球明显有一点点小滑杆 虽然说不明显 但是效果不没出来 中带球变成叫底带了 黑拔准度很关键 打进8比10 进入第二个官方暂停 但是看多么分开 其他方暂停 主打ございます 虽然说这个 这样是解决的 这 kiş剩下来 现在这是最后 这也是关键一分 这分拿下8比10 张光彤赢下来11比7 就是差了4分 里外里2分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球 这一根八二球解到之后 比戴口比较近 也是必须促使张坤鹏要去进攻 或者是有一根非常好的snoker才可以 还是不打 盐石 很关键的衣杆 顶入压力 这一根球漂亮 关键球打进 角度向上了 11号是不太好k 后面找机会可以打 实在是不好k就选择较位好了 中高杆往下蹬 中单可以去穿 看这个位置 角度合适的高端跑三酷 可以有机会勾一下湿衣 低端上去 其左在也有机会 选一条线 但是这么几了一几 难度稍微变小一点点 小了一点 相信我觉得你这9号球其实放这里 你已经不大了 关键是围绕11做文章 11是最难的 那么你现在打10不好叫11 推9直上直下 是我也想了 是一个最好的角度 先做11就完了 还要k 又是起赛 没有力量了 那好 还要打9 而这个9现在就不合适了 像屏幕右边的分离角度比较大 挂着很强的右赛 或者是 两酷 但是两酷 吃这个角太难了 贴了黑把走 下地杆 加左赛 这么喜欢去k吗 就得k 那么变成一个这种 白球跟11距离比较近的 右下摇抵带了 不k 显示不出我的线路的精妙 看来吕欣日再一次将比分迫近了 18局 吕欣胜 1分8比10 观众在前十分钟 位置 相当将个人 还在会吕你 在他的画面 上 在izen 空 我 比赛继续 第19局 张昆鹏看球 10比8 张昆鹏还领先2分 没球进了 对于旅行来说 这是一个绝佳的 扳平比分的 或者说像比分迫近的机会 好机会 这玩意儿炸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下边是两个带口是各一颗 中带两边也是同样道理 等于说我们的裁判员在摆球过程中 这球还是摆得很分散的 两边都是分开的 两组颜色球 黄衣向上的角度 打黄衣中端往下蹬就好了 叫2号球 旅行一直量的位置应该是在借力 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且同时2号球借力之后13 向屏幕右下方有机会可以破坏带口的11号球 或许后面6号就够了 失误了 这杆失误有点致命啊 关键球啊 打这15啊自然弹起就可以做到10号 这杆失误了 非常关键的比分 这一分 再看看哪方能抓住 等于说自己走了一个比较难的位置 13号右下角抵戴 必须要去打 而且白球实在不行就停在那里 打这个安球就是防守了 能双下最好 不然帮进 自由球 不过从这个位置来看 旅新的6号球还是很难处理的 来看这个中带 13戒力 最好能摆好角度 高杆往上冲 白球一定要出来 不然的话后面黑霸也是问题 中带接力 8号球后面可以用7号衔接 叫左边的底带 那么现在一上来 其实这个位置打黄1也是挺合适的 直接利用地竿横向走 叫2叫4 下来叫7 我自己先来换光 现在操纷 最好 是在那里画的 我怎么会把这个人放在那里画的 因为我可以拿到的 对 对 好球 把胶需要往下走一点点 角度不要留大 因为后面还需要用四胶漆 拨掉了张棍鹏两个冲球局 下一盘是吕欣来冲球 第十点吕欣胜 一分九比十 第二十点吕欣开球 搬平比分的好机会 端色是不错的 上手来看看六号球 下手来看看三重 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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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个长抬4号,下低杆较7 不算好 后边出竿的位置要小心,不能碰石,而且角度向上 这可能是轻推,弹枯边起来,5号叫左边中带 现在旅行也是在描左边中带的一个白球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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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并不算太难的终带 张冠鹏 这番球对张冠鹏来说也不好赢 一上手就是一个身材球 而且是要准度的一杆球 这边有个长台 这杆球出杆还差得变多 这杆球K完之后 张坤鹏现在局面仅仅右上角 有一个边阔是南柳球 短视野 从上往下 再一点点右塞高杆 有机会去兜一下14 角度合适可以得到 那这样的话 难度球解开了 12球不要打太厚 打稍稍薄一点 打下方 稍稍薄一点的位置 轻轻打 继续 直接就是单纯校位 就是13号右下角抵带 右塞高杆两扣 反塞 左塞高杆的话 正常就一扣 脚中带 直的话就低端同样 回拉 球稳了 迪根描一下 不然这边肝头仰起来 你想 还是打底带 对 避免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次局 上空总胜 比分11比9 比分11比4 第二十一局 张昆鹏开车 完全应该跟肝反和力量有关系 挤压之后两颗中带球都吃在下眼了 并不是因为力量过大 挤压力量过大变成吃到中带上眼 肯定还是力量上的问题和肝反 感法最好再降 往下降一点点 然后力量用得再大一些 这一番优势力 先上手 时间肯定是够用 没有问题 关键是能否拿下 好 进去得分 十秒 得分开 顺利的 消息 感谢观看 张宽鹏这边 来看一看这棺球 画面上能看得到 没有什么特别好进攻的 一个带口或者球 先试 包围 搂抱 不给你机会让你特别好的青苔 这边旅行也是在量 找机会可以去接力 确实 接干球支持 打进6之后 留角度 下低干 接完之后 刚好 4二球接近 对方画球 弹到上方 10秒 5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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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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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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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9 6 6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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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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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9 没有打清 毕竟白球也走多了 这边来看看12跟11之间的一个组合球 左下角底带是否够像 绑到这儿的话肯定要做成防守 打一半轻轻打 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力最好 观众请保持安静 漂亮 8号球下方 14号 刚刚好 整盘里面还是在看11左下角 到底有没有 如果没有 需要交其他袋口 甚至于找机会去带一下 看这个角度支持 没碰到 9号 再来 10月 2分钟 4号 下山 5号 下山 9号 这边 1号 下山 10号 下山 10号 下山 Q1号 15号 下山 可能还是不行 差的比较多 比心肌肝呢 如果可能 打二号球的左边包边 往五号球里边去放 是最佳的一杆效果 但是拿捏起来 一旦说多一点少一点 直接就会漏右边中带了 是的 强行包进好球 直的话还能继续 低竿向回 八号叫中带 有角度可以高干 弹一颗过来 这种球 这个球他下了一个非常强的左赛在里面 能看到刚才撞完之后 白球迅速向上了 这个球他有点想着就复杂了 也是想打完之后最先把下杆好打 关键时刻出问题了 黑八中带 就是宋对头到赛亮了 好 看来双方的压力还是都有点大 下十一组 吕先生 第三十比十一 氏 1 1 第二十二指 旅行开球 第二十二指 关键的自己的冲球局没有球进 给了领先的张昆蓬一个很好的上手机会 我们看到三号球右侧的花色球 左上方顶带是够下的 这段十四 刚好可以轻轻带一下十三 小刹车 十一号 这杆球最好能够先叫到十号球 十号向下的位置 红三是一个障碍 行进线路上容易出问题 地杆可以拉多一点 最差十二号右上角底带也可以叫得到 小刹车 大一小 是 这个位置12号有难度了 从上方走两颗过来 较到15的大风隙 较13 现在上手13有把握的话 还需要下跌杆左赛 上去较12 位置 还行 我们看角度 八二球右边底带是没有的 左边中带左边下方的底带 尽量可以打一个低杆横抬 然后带一点点的左赛的低杆 从13缝隙中间过来 一杆准动 下12点 上分同算 比非12比10 下12点 第23集 张坤鹏看秀 关键局 冲球也是配合了 又回来了 有球近带 能不能完成自己的冲球胜赛局 我们看到7号和9号 还稍微飞一些周折 是的 有机会一定要打单色 2号球对位置 刚好打右跟中带可以向下 有机会可以去带 红3的位置也是一个选择 单色整体还是要好一些 这杆球直接 可以到9号球是最合适的 然后中带5号可以先进 直接推是不好K的 必须要挂比较强的一个右赛在里面 然后轻轻打 还需要再拼 这杆K完之后的白球的位置有点小尴尬 稍稍微有点厚斯诺 稍微有点厚斯诺 关键一杆来了 下低端3期同带 高端推 这个位置有可能要带一点点 薄边的7号球 还是下低端 好球 低端再推回来 对 弹边裤上去就OK了 你不用带什么左赛乱七八糟的 你直接低端上去就好了 避开九号 获得比赛胜利 那么旅行就被淘汰了 下一场比赛是晚间的八点 我们八点再见 八点见各位 请点赞 订阅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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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